是不是所有的患者到医院都继续完的结果是起死回生 妙手回春 是 而结果80%做不到 是 就是您说的很尖锐 就是这样 做不到的原因是什么就确实治不好 那就刚开始为什么不告诉人家 就是现在医学有这么一个说法 就是几乎所有的慢性疾病都是不可治愈的 现在医学能够治愈的病非常非常少 两只手指头就被数管 两只手指头就被数管 那为什么还要再竭尽全力治呢 因为疾病的治愈从医学角度来说 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我们能做的除了把病治好之外 还有减少个人的痛苦 尤其这些微重症的这种患者 是不是要竭尽全力地去治 需要这种治疗的费用会很高 而且预期也不一定有一个好的结果 因为有的家里人 有的时候会砸锅卖铁卖地卖房 你能不能接受最后钱也花了 最后人也没了这么一个结果 在这个时候 我们怎么跟家属去沟通 这点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只是把利和弊告诉患者家属 但是你知道对患者来说 他把自己交给医生手里 所以他对医生就有着那种期盼 就说我把钱命都交给你了 你要是给我治不好 钱也花了 人也没有 他就对你容易有仇恨 这个时候你们医生 一般提前怎么跟他们说 说有可能人才两空 还是说你治吧 绝对是比不治强 肯定是要跟他们说 有可能会人才两空